海宁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6月1日0时01分接到群众报警 海宁市黄湾镇闸口村一临时公棚发生一起爆燃事故 事故发生后 公安、应急管理、消防、120急救等部门迅速前往事发地进行处置救援 民火已于1时07分扑灭 造成5人死亡 目前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